衰落的中国东北第一城,从机械之城到机架之城,复兴之路非常坎坷。 今天我在沈阳逛了步行街和夜市。 看沈阳的城市街景,还是没办法相信这么恢弘的城市, GDP总量都没有万亿,甚至都没有8500亿元, 低于东莞、温州、常州、泉州等一大票南方普通地级市。 2023年,沈阳的GDP全国城市排名为第31位, GDP总量为8122亿,即使在辽宁省内还被小弟大连压一头,排名第二。 要是说到人均GDP,作为省会城市的沈阳,数据更是令人大跌眼镜, 仅仅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79名。 排在它前两名的分别是湖北的金门市和山西的长治市。 这两个都是中西部的普通地级市,在省内都谈不上优秀。 可见沈阳的衰落有多么的剧烈。 沈阳最辉煌的时候是全国第四大城市, 市区人口数量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这三个城市, 相当于今日的北上广深。 1978年,沈阳的GDP为43.6亿元,排名全国第五, 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是中国第五经济大事。 沈阳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 全市有20个产业系统,形成以机床、电机电气制造工业 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 当时的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中国八大城市之一, 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 第一台车销普通机床,第一台125万吨挤压机, 第一架喷漆式飞机,第一枚金属国灰, 数百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诞生在沈阳。 1957年,辽宁省工业总产值为102亿元, 占全国14%,居全国第二位。 重工业产值为72.4亿元,占全国22.7%。 沈阳因而一举成就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地位。 如今的沈阳辉煌不在,成了人们口中戏谑的鸡架之城。 沈阳被称为鸡架之城,主要有以下来历和相关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末,辽宁市白羽鸡的重点养殖区域, 沈阳拥有全东北最大的国营养鸡场。 当时养鸡场的鸡多数用于出口, 为配合出口检疫需要, 整鸡被分切成鸡腿肉、鸡胸肉等进行塑封, 鸡架成了无法出口的边角料。 勤俭的沈阳人没有舍得扔掉鸡架, 一些店家低价买走鸡架熬汤, 做成低成本的鸡汤面, 又把煮过的鸡架撒上辣椒油、榨菜等调料, 做成另一道美食, 没想到鸡架作为鸡汤面半生品意外获得了食客的偏爱。 沈阳人民吃鸡架也是时代背景之下的消费选择。 1995年,国企下港潮来临, 沈阳有近30万工人下港。 在那个艰难时期, 下港潮之下的沈阳人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而鸡架作为最便宜的鸡肉边角料, 价格实惠, 只需要两块钱就能吃到, 于是熏鸡架、烤鸡架、 酱鸡架、煮鸡架、 拌鸡架、炸鸡架、 炒鸡架等各种做法应运而生。 鸡架就这样成了沈阳人心中的最佳下酒菜。 啃鸡架、喝老雪, 也成为了当时工人阶级的一种生活方式。 老雪指的是沈阳一款本地啤酒。 曾经的难关将鸡架留在了沈阳人的餐桌上, 也记录着那一代沈阳人的困苦生活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鸡架成为沈阳的代表性美食, 也有其地域饮食文化特色。 沈阳地处东北,冬季寒冷, 相对来说食物种类比南方少一些, 所以沈阳人养成了不浪费食物的习惯, 尽可能地把各种食材都充分利用起来, 鸡架也就被保留了下来。 而且东北人性格豪放, 喜欢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煮熟的鸡架肉虽少, 但可以慢慢缩, 很符合当地人的饮食喜好和用餐习惯, 久而久之就成了沈阳标志性的美食。 社交与情感的纽带, 鸡架不仅是一种食物, 还承载着沈阳人的情感和记忆。 在过去, 沈阳的产业工人娱乐方式较少, 基本以喝酒聊天为主, 鸡架就成为了他们喝酒时 有滋味且价格实惠的下酒菜。 朋友们聚在小吃摊或餐馆, 点上几份鸡架, 配上啤酒, 一边聊天一边啃鸡架, 这种场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浓浓的人情味。 这种饮食文化和社交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 鸡架也成为了沈阳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沈阳人对于鸡架的烹饪方式极为多样, 有呼、炖、熏、炸、煎、酱、拌、炒、烤等多种做法。 每种做法都有其独特的风味。 在沈阳的最后一天, 我决定再次探访劳动公园, 这次我换了一个时间段, 想看看下午和晚上的劳动公园。 去的路上, 看到一个律师的广告, 采用了白蹭流量的机制方式, 使用一辆残植只剩几千元的面包车, 停在显眼的路边, 收割人流和车流的关注。 广告词首先强调免费和申诉后付费, 顺应了人们想占便宜和担心风险的想法。 最后一句, 善恶到头中有报, 人间正道是沧桑, 稍微有点滑稽, 也渗出一些悲凉。 之前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法律工作者, 如今不得已也打起了野鸡广告。 去年我有个亲戚出了个不大不小的车祸, 腿受伤住院期间, 来了近十波想要接单的律师, 这么一点小生意都有这么多律师疯抢, 微根结底还是现在律师行业钱难转, 活难接。 进入劳动公园, 大门右侧的树林下, 照常是许多打牌娱乐的老年人。 上次看到的那位歌舞二人转三期表演者, 吸引了许多的围观观众。 这位女表演者唱歌水平尤其高, 我个人非常认可。 另外, 她的敬业精神也很值得肯定, 出情率应该很高, 这样的一场表演下来还是很辛苦的。 我来过好几次东北, 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点, 就是许多东北人很喜欢听粤语歌。 东北和广东分属中国大陆最南和最北, 相距好几千里, 文化风俗差异巨大。 如果两者混搭, 甚至会产生非常鲜明的喜感, 比如那首刘德华用粤语演唱的,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 国际香港和东北乡下擦出了奇妙的火花, 跳跤异舞的人群仍然很庞大。 下午三点的太阳非常毒辣, 但我在广场上却发现了一位顶着烈日华汉兵的老哥。 老哥身形矫健, 把交易舞池里传来的谜谜之音和生活里的私心杂念都抛在了身后。 这一场孤单的轮滑, 实际上是在跨越山海, 翱翔宇宙。 湖边的长椅上, 休闲的人们失去了表情, 不知道是听歌入了谜, 还是走了神。 我不由地想起多年前的一个下午。 我出差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联系到了当年曾令我心动的姑娘。 姑娘和我约在了一个公园,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长椅之上, 金色的阳光撒在满是涟漪的湖面, 湖面又把光送到了我们身上, 姑娘的发丝在这光芒之中, 显现出柔美的剪影, 我略有些心愿意马。 应该也反射进了姑娘的眼眸, 轻风轻抚着流逝的时间, 我们聊了一个下午的保险。 一位歌艺超群的美姐, 擅长的是美声唱法, 按照我的鉴赏能力, 这位美姐的实力, 足以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 我知道, 她的实力来源于多年的勤奋积累, 但仍然要在一生生地感谢我军歌, 感谢家人们中品尝艺术向生活低头的苦涩。 云云众生, 绝大多数人都是与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 我何尝又不是如此, 从小就立志要当联合国秘书长, 却被一笔25年的房贷压垮了兴气, 只能天天在网络上指点国际地缘博弈, 操心全球气候变暖。 这应该是很有东北地域特色的一种锻炼方式, 我不知道它的具体名字, 光头大眼某个优美的回旋动作中, 我甚至感受到了一些艺术感染力。 广场的另一边, 一场失败的飞龙升天, 龙尾巴被踩住了。 失误并不是羞耻play, 而是热爱生活的积极表现。 我突然想到, 我和姑娘的公园约会, 结局还没有讲完。 夕阳西下, 我请姑娘在公园旁的小饭馆, 吃了两份猪脚饭,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大方地给自己加了一颗卤蛋, 给姑娘加了一个鸡腿。 再后来, 我们散落在人海, 就像两个水滴, 滑落进太平洋。 一位大爷简陋的三轮车上, 竖着大小两面国旗。 东北人民有着更炙烈的爱国热情, 用坚定而朴素的形式表达。 人心都是肉长的, 我小时候做作业, 都是点的没有灯。 如今居然还人模人样地开上了奔驰, 对于时代和国家, 必然尝怀感恩之心。 随着天色渐晚, 各种大型的广场舞团队开始纷纷入场。 大家都穿着统一的服装, 那统一的白手套已经成为了专业广场舞者的代名词。 我们印象中谁会戴白手套呢? 国旗护卫队的兵哥哥, 迈克尔杰克逊, 专业的健保专家, 无论哪一种都显示着专业整齐精益求精的气质。 但是在整齐画一的广场舞方阵中, 总会有几名男性的活宝舞者, 姿态奇怪, 既辣眼又销魂。 随着游人的大量涌进, 公园里摆摊的液态也越来越丰富。 写书法的大爷被聚众围观, 按这价实, 今天最起码得卖出20幅厚德载务, 10幅天道酬勤和两幅努力搞钱。 公园入口处, 偶尔传来一声巨响, 是传统爆米花的放炮, 整个过程很具有观赏性。 卖冰淇淋的数量最多, 属于红海市场。 旁边的树林里, 一位大爷打开一张简易折叠床, 提供推拿服务, 没多久就来了第一个顾客。 在这里, 我要给劳动公园的管理方点个赞, 虽然这里人流巨大, 商贩众多, 但秩序井然。 很多城市的公园都会拒绝摆摊的商贩, 觉得损害了城市形象, 拉低了城市品位。 但我认为, 公园本来就是老百姓的乐土, 这些商贩除了提供产品和服务, 其实也能给游人提供休闲的乐趣。 另外, 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在尽量不影响大众利益的情况下, 向底层弱势群体多开一点门缝, 让阳光温暖多照进去一些。 不是顶着生活的压力, 谁会选择来摆摊呢? 夜幕降临, 滑灯初上, 我也该回酒店了。 坐车前, 一个卖香瓜的摊主招呼我, 老弟买香瓜呗, 一块五一个。 摊主是一个壮实的大姐, 很像前两年网上火爆的那位卖烤猪腰和羊蛋的烧烤摊女老板。 我说, 便宜一点, 五块钱三个, 可以的话我就买三个。 壮实大姐很为难说, 行吧老弟, 就当是按成本价处理给你了。 网约车穿行在沈阳的夜色之中, 城市的灯光在车窗外流转, 有一道光照在了香瓜之上, 香瓜的芬芳充满了整个叫香。 这频繁的旅行穿越着一个个的城市, 每到离开的时候总会生出一些不舍和一些住院, 祝愿所有进入我尽头的人们都有更美好的生活, 都能在这平凡的世界里活出每个人的精彩。 云游离天地, 自顾自的寻觅, 幻化成路中和半岛的乌鱼, 我游离天地, 自顾自的寻觅, 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